下個禮拜開始,國小、國中、高中 我們就在實施遠距教學 當然是這樣,有需要到學校來就來 所以考試可以返校實體辦理 所以5月23到5月27我們在進行遠距教學 但是如果授權每個學校自己決定 你需要回到學校就回到學校 國三跟高三,現在叫國九 國三跟高三 這個我們從5月23期就開始遠距教學 一直到畢業典禮 反正你們現在要對付的是聯考 那當然有需要回到學校就回到學校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國三到高三就從下個禮拜一開始 一直到畢業典禮我們就遠距教學 需要回到學校就回到學校,這個學校決定 那其他的年級 原則上就再一個禮拜的遠距教學 但你會問說5月27號以後 到時候再跟你們講 反正這個都動態的 所以就先這樣宣布 那這個學校也可以召開這個 課發會圓套配套措施 如果需要實體課程也可以辦理 所以原則上是遠距教學 但是我們授權每個學校可以自己決定 就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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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